窗外密色夕阳越来越低 岑森站在病床前 身影倒是被拉得越来越长 季明书先是猛了几秒 等回味过来 岑森那两个字的意思 他一颗悬在崖边的心 墨地被拉了回来 冰凉手脚也逐渐回温 可在看岑森表情 不知怎的总觉得 有种居高临下的嘲讽感 他默默拉高被子 想要遮住脑袋 奈何一只手 还在打点滴 被子边缘绊到输液馆 进而碰动针头 他龟缩行动没能成功 还忍不住轻撕一声 抽了口气 岑森安静地看着他 神色书蛋 见他半天没能离开输液馆 才上前拉开被子 扶稳输液架 而后者又不急不缓地 按了下自动升降按钮 让他上半身可以半坐起来 岑森先吃点东西 静明书寻着他的视线 看向床头柜 才发现上面割了保温筒和病例单 他拿起病例单扫了眼 专业术语看不懂 但滴血糖这三个字 还是很一目了然的 所以他还真是饿晕的 怎么觉得也没比癌症 合理到哪儿去呢 静明书垂着眼 稍顿片刻又僵硬地放下了保纸 真是丢死人了 这间病房很大 还有一面视野宽敞的落地窗 可因两人的静默 空气似乎也变得逼醉又尴尬 静明书像个做错事乖乖认错的小宝宝 两只手都搭在平坦的肚肚上 轻轻抠着指甲 全程都没在抬头和岑森对视 偏偏今日 岑森也不像往常那般没耐心 还升起床上桌板 倒周 室温 离时诚实的模范丈夫 只差亲身上阵 哄威这一步操作了 这和静明书想象中的 他醒了 他就边接电话边回公司 完全不一样 一时指甲 都不敢抠了 整个人都不敢动 喝一点 不烫 静明书点头 仿佛粥里有毒斑 艰难吞咽几口 很快放下勺子 喝不下 嗯 静明书本想说你能不能出去 不要盯着我 但话到嘴边 又变成了生硬的彩虹屁 这个味道一般 没你做得好喝 话刚说完他就想起 岑森好像从没给他煮过粥 于是他又迅速转移话题道 对了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滴血糖而已 随时都可以 又是这种似有若无的嘲讽 小金丝雀的玻璃心碎了 静明书这香哑声 岑森那香也有一首你不说话 我也能一声不吭 大家最好一起 沉默到天荒地老的好本事 静明书有一搭没一搭地搅动着白粥 忽然怀疑 这狗男人是在炖刀子割肉 对他施以慢性折磨 可偷瞄他表情又不像 在尴尬癌发作的边缘 来回试探了180个回合 静明书不得不承认 不管这狗男人初衷如何 他已经被这种突如其来的耐心给折磨到了 他呼地放下勺子 杨高声调道 你能不能不要盯着我 我想再睡一下 没等沉森回答 也没敢看沉森 他手脚并用踹了踹被子 急急忙忙躺下 最要命的是 他面上开始不受控制的升温了 怎么心理暗示都没用 丢死人了的念头持续占据上风 像二倍速循环播放的弹幕般 睁眼闭眼都不消停 沉森看见他红透的耳朵 心底微微一动 不过只那么一瞬 也容不得细想 他收拾好白粥 退出病房 又带关房门 静明书在听到关门声后 只保持了四五秒 便迫不及待回头 看到沉森还站在窗前 又非常没骨气地拳了回去 沉森呼的一笑 一直吼在外头的周家恒略感诧异 抬头去看时 沉森脸上那钉点笑意 又已经收了 他边看时间边往外走 随之而至的是一串工作安排 星成这边宣发找家公司合作 分不起宣能力不行 迟早要换 周家恒 家白 你安排 沉森声音沉静 荣家置地的账 也差不多到要收了 你找个时间 去和他们陈老板谈一谈 另外魏成锋和黄鹏的私下联系 先不要管 也不要让另外几个人干涉 还不到时候 是 周家恒跟在他身侧 见他公事已经说完 想要问点什么 可最后还是出于职业操守的惯性 硬生生忍住了 病房内 记名书全在床上一动不动 炉内高清回放 自己最近在沉森面前造过的孽 越想越觉得羞耻 揪着枕头 无声发泄了几个来回 到最后 可能是累的 竟然又睡着了 这一觉睡到晚上八点 点滴已经打完 温柔的护士小姐姐 在一旁边收空瓶边细心嘱咐她 刚掉碗水 最好吃些清淡的东西 垫垫肚子 暴饮暴食 吃重油重辣食物 容易引起肠胃不食等等 记名书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还在往门口的方向张望 陈森这狗男人 竟然就这么一去不复返了 外面不会连得接他回去的人 都没有了吧 目送着护士小姐姐离开病房 记名书失落地收回目光 可下一秒 房门又再一次被人推开 还带进几缕秋叶稀疏的风 陈森半已在门口 轻轻淡淡地和她对视一眼 突然出声 收拾一下 我们回家 记名书抱着双腿坐在床上 正正地看着她一步步走近 心脏不受控制的 很重地跳动了下 不知不觉已入深秋 夜晚温度很低 风也冰凉 记名书裹了件风衣外套 上车看到后座放着的某品牌购物袋 她没忍住多瞟了两眼 这是客户送你的吗 还是要送客户的 在机场看到 觉得很适合你 陈森从另一侧坐上车 看了她一眼 给她的 记名书狐疑地打量着她 伸手去拿购物袋 拆包装盒的时候 也时不时要看她一眼 等见到包包的庐山针面目 记名书心底不自觉地 泛起一阵小雀跃 平直的唇角 也忍不住往上弯了下 还蛮好看的吗 品牌配色款式大小 都是她喜欢的 喜欢吗 记名书不错眼地打量着包包 内心极度满意 面上却绷着胶金神色 高贵冷艳地点评道 就勉勉强强吧 她爱不释手地摸了摸 忽然想起什么 又转头 仍旧绷着气势问了句 你今天 怎么对我这么好 有吗 难道没有 又是到周 又是亲自来接 还送她包包 怎么看 怎么像居心不良 上回她反常地去杂志设接人 又反常地给她做红烧小牌 还不就是等着喂饱她 图谋不轨 想到这 记名书捏紧包饼 心里坠坠 这狗男人不至于吧 她今天可是刚从医院出来 至于这么急不可耐 毫无人性吗 可没过几分钟 车停进一家大型商场的地下车库 岑森说要去超市买菜给她煮粥 仿佛又进一步验证了她的猜想 她提着新包包下车 对岑森十分戒备 往超市走的路上还不断提醒她 自己是刚从医院出来的病患 身体虚弱需要好生休养 不能操劳 岑森瞥了她一眼 知道了 那一脸的平淡敷衍 知道什么 我看你屁都不知道 岑森并不知道 她在乱想什么 也没有觉得自己 做了什么反常的事情 今天又对她有什么特别 一切好像都是很顺其自然的 她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了 并且觉得 都是理所应当 平日记名书 就极少踏入超市 这更是她第一次和岑森一起逛超市 看到门口推车 还有那种很可爱的小汽车样式 她多看了几眼 岑森忽然伸手拨了下她的脑袋 但声道 别看了 你的体重不合适 她的手还有点凉 明明是拨她脑袋 她却觉得心脏又不受控制的 猛地跳动了下 等回过神想要辩解 岑森已经推着推车 往前走了四五米 她快步跟上去 和岑森一起握住推车手柄 平复好心跳 又没话找话问 对了 你什么时候学的做饭 我以前都不知道 上大学的时候 她边挑调料边说 也没有特意学 下载菜谱照着做就会了 我也照着菜谱做过 我怎么不会 岑森将一瓶自然粉 放进购物车 转头用一种 你自己难道不知道吗 的眼神看着她 金明书拾去闭嘴 超市灯光明亮 金明书四处张望打亮 发现有很多小情侣 一起推着车 有说有笑 有的还很黏腻 一路行至水产区 空气中的味道开始变腥 金明书掩住口鼻 还没往前多走两步 某个玻璃缸里的 鱼呼地扑腾一下 往外溅起水花 她下意识护住 陈森送的新包包 等那条鱼安静了 还很爱惜地拎起来擦了擦 擦着擦着 她觉得有些不对 她连bag都当通勤包似的 到处拎着跑 干嘛要这么仔细一只 也没有很珍贵的普通包包 不知想到什么 她立马停止了擦包的动作 看了眼 在挑选活虾的陈森 她语速很快地说了句 这边味道好难闻 我去看看零食 等一下再过来找你 说完她就立马转身 停顿两秒 又小快步迅速逃离了 陈森的视线 陈森抬头看了眼 她的背影 倒也没有多想 只不过想到金明书 一脱离她的视线范围 就能时不时干出点 匪夷所思的事 她也没在水产区多逗留 让人处理玩虾 就打算去找那只不能独立行走的小花瓶 金明书拎着包包 在零食区悠悠地飘来飘去 肚子终于感受到了迟来的饥饿 平日她对蓬化食品的欲望很低 可这会儿 她竟然十分想拆开一包薯片 先吃再结账 好在最后形象战胜了食欲 她往前飘了飘 打算来个眼不见为敬 眼不见 肚子是敬了 可她脑子里还是静不下来 有那么一些 她并不是很想想清楚的事情 萦绕在脑海 像不满地雷的雷区 稍微深思 就会将现有的平静生活 炸出一个大坑 她在货架前来来回回 徘徊了很久 想把岑森二字踢出去 可就在想法出现的下一秒 身后就猝不及防 想起岑森那把沉静声音 买好了 她吓一跳 肩膀都不自觉哆嗦了下 紧接着就随手从货架上 拿起一盒东西 头也不回急匆匆往前走 我也买好了 走了会儿 她不经意间低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手里拿了一大盒 还是那种纸盒上标题 超大标志超明显的安全套 里面足足有十几二十盒 什么是地雷 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地雷啊 纪明书脑子一猛 看到周围还不少男生 想都没想 就回头将盒子往岑森怀里一塞 等抬头一看 纪明书恨不得原地去世 陈森仁呢